你好 欢迎收看7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郑中运在4月疫情期间停赛 而各项单项运动赛事 7月将进行复赛 而为了让比赛能够顺利进行 县长徐正伟视察了各地的场馆 让即将进行的各项单项运动赛事做好准备 因为疫情严峻 在4月14号宣布111年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延期办理的14项竞赛 7月确定复赛后 今天县长徐正伟进行各地场馆的视察 分由三周来举行 等于说把我们的运动员把它疏散 所以每一周大概有五项的赛事 分别在全县各不同场域来举办 那我们也希望用最好的服务 以及标准来让我们全国的运动员 能够进到花莲 当然也希望运动员在这个比赛过后 可以享受花莲的好战好水 在7月 华莲不只有运动赛事的举办 更有多场次的大型活动进行 现场也希望各地的民众来到花莲 不只能够观赏到精彩的运动赛事 也能够在疫情的趋缓之下 好好地旅游花莲的美景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